医院诊间不时传出咳嗽声 秋冬来临助攻病毒发威 而可以是市井 中国镇掀起肺炎梅将菌流行高峰 台湾也得提高警觉 大部分被怀疑肺炎梅将菌的人 都是发烧比较久 就是说超过四五天还在发烧 咳嗽咳了一两个礼拜还在咳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又还可以 感染肺炎梅将菌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症状 但这种病菌没有细胞壁 抗生素对它来说几乎无效 能够透过飞沫传染 虽然症状比肺炎轻微 但持续时间更久 又被封为会走路的肺炎 偏偏肺炎梅将菌已经对中国一线 食用的红梅素抗生素产生百分之百抗药性 对台湾抗生素也有百分之六十的抗药性 现阶段根本没疫苗可大 那是一定会很担心的 对不对 家长人心惶惶 因为早在2018年 台湾曾有四名孩童甘院 甚至动用叶克膜治疗 高领长辈跟孩童更是危险族群 在可预见的将来因为现在患药性那么高 没有药可以治疗了 那当然可能也要考虑要积极去发展这个疫苗 医师事件若迟迟没有疫苗 未来五到十年肺炎梅脏菌将对儿童长者产生高度威胁 疫苗研发刻不容患 今天我曹宁陈智峰